在美国超过70%的成员有牙科恐惧 不单单只是钻牙痛 牙医师对病人的态度才是关键心理因素 和病人对话就像陪伴者 能适时地让对方心情放松 菲比来自台湾 在美国加州担任牙医师 给病患同理心算是她额外的专长 我们第一二年都是在 都是一直在念书 然后一直在钻牙齿练习钻 不是人的牙齿就是模型这样子 然后三四年的时候才进诊所 然后很多人他们是到三四年的时候 才发现我讨厌这个东西 我不喜欢跟病人接触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幸运的是 我一二年的时候念那些是觉得还好 可是我在诊机的时候我是很开心 就我就很喜欢跟病人接触 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或是他们的故事 在享受和病人相处 但菲比也是在这过程中 发现美国的医疗领域是骨子里的市场导向 美国保险不像台湾就是一个健保到底 美国保险有千万种很多种不同的保险 是同一个手术同一个医生 但是因为保险不一样 你拿到的收费就不一样 所以说一个医生在或是一个诊所在比较起飞 然后滋生了以后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些配比较少的保险剃掉 菲比在美国出生台湾长大 求学时期台美两地跑 他在美国纽约大学牙医系毕业后决定留下来 他说自己算是1.5代新移民 我觉得应该说可能因为我们 中文英文文童流利 所以说我在外面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因为认为我是ABC 有时候你会不太决定你是属于哪一边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矛盾 就是说你好像两边你都可以很融入 然后但是你又不觉得完全属于任何一边 身为两代的中间人 偶尔得面对美国文化的格格不入 却又不完全归属家乡的身份认同 伴随的这些孤单 菲比用中文写作抒发 现在除了是亚医师也是作家 我在回台湾的时候他们一看就知道说 对你的唱久打扮 然后我也就是讲话方式 就是看起来是过来回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像我知道说 有时候就的确都融入 然后两边也都有我喜欢 然后很欣赏的地方 但是又觉得不完全属于这样 华人很有兴趣这个区域 对或是说亚裔 我不能说我不能局限于华人 但是亚裔就知道 因为这个区叫做Saint Marino 那住在洛杉矶的人 大部分都知道说这个是一个 哈学区非常好 然后就是他的房地产 也都是在一个还蛮不错的状态 然后当前几年就是什么 经济萧条啊 然后房地产大跌的时候 然后这边的房价其实都没有变太多 身为移民 Phoebe发现美国的社会氛围 和台湾最大不同 就是未接的显化 美国它的房地产是跟着学区走的 所以说你住在哪里 可以决定你的孩子可以上哪里的公立学校 那我叫台湾就是用考试制度来决定 OK你考怎么样会考什么申请干嘛的 然后你可以进哪一所高中 那这边的高中基本上是说 你家户籍在哪里 住在哪里 那你就可以念什么样的高中 等于财富能力决定了资源多广 是资本主义下的分化 Phoebe在美国待了超过20年 因为工作租过许多大城市 最后定居洛杉矶 成与成间的相异性 它感触最深 那时候在南湾区工作 我的可能病人清一色 全部都是工程师 就是因为如果不是工程师 然后或是没有在搞创业 然后或是没有在做很多 他们所谓这些 各个高中之一类的 就觉得 就是大部分你看到清一色都是这样子 在洛杉矶的话 我看到很多的是 追梦跟竹梦 那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很喜欢当牙医的生活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很喜欢写作 所以说在这个调性上 我就觉得刚好跟洛杉矶的调性是合的 会对这种追求梦想 很包容很欢迎的状态 LA广大不同族裔社群 是多元文化的缩影 让新一名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在这里也能找到归属